禅渊之盟是大宋朝与外族签订的第一个和平盟约 然而他在历史上却充满了争议 有人认为他给宋辽两国带来了长久和平 意义重大 又有人说他是丧权入国的屈辱条约 那么之盟的历史地位呢 北京大学赵东梅副教授 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 先求是非画图中之三根手指 公园106 105年1月 宋辽两国终于坐在谈判桌前 签订了禅渊之盟 由于扣准在盟约签订中发挥的巨大作用 禅渊之盟也深深地刻上了扣准的烙印 北宋名相王安石 后来就曾写下 丞相来宫攻第一的家具 宋阳扣准在禅渊之盟中建立的不朽功勋 然而 这个为宋辽两国带来一百多年和平的重要条约 竟然引发了后世人们的争讽 甚至有人说 它是一个丧权辱国的屈辱条约 而扣准在禅渊之盟中的表现 也给他的个人命运埋下了巨大的隐患 那么我们究竟该如何评价 禅渊之盟的历史地位呢 扣准面临的政治风险又是什么呢 北京大学赵东梅副教授和您一起走进大宋初期的那段曲折多变的历史当中 为您讲述系列节目 千求是非 往后准之 三根手指 宋真宗的景德元年的润九月 辽朝大军在成天皇太后和辽圣宗的率领之下 以举国之力对宋朝发动了大举进攻 在宋朝方面呢 在扣准的主持之下 宋真宗也御驾亲征 终于啊 在十一月的二十六日抵达了黄河前线上的重镇禅州 从北宋的首都开封到禅州黄河前线 按照宋朝的道路里程呢 只有不到三百里地 而按照唐宋时期官方所规定的旅行速度 如果是骑马的话 那么每天要走最少七十里地 如果是步行或者是骑驢 那一天怎么着也得走五十里地 可是宋真宗从开封到禅州这不到三百里地 这等了七天 按说战时兵贵神速 他应该走得比正常速度还快才是 怎么着五天都应该到了 可是真宗啊磨磨蹭蹭就走了七天 为什么呢 因为真宗心里怕 甚至一直走到了黄河的浮桥边上了 真宗还是磨磨蹭蹭的就是不肯过河 所以说如果没有扣准的坚持 那真宗别说是七天 就是十七天也到不了禅州 这七天不到三百里地 它是真宗的亲政路 更是扣准的亲政路 比扣准小二十七岁的 北宋著名的政治家范仲淹 后来这样评价扣准在亲政当中的作用 他说扣准是 能左右天子如山不动 却荣敌宝宗舍 天下位之大中 这句话呢 我们把它分开来看 我们先说左右天子 左右天子 他本来的意思是指的老臣辅佐新君 但是在这儿呢 我们就完全可以直接把它理解为 左右皇帝的行动 支配皇帝的行动 这是扣准 带领真宗实现亲政的方法 真宗是皇帝 扣准是宰相 亲政必须是皇帝到了才算 只有宰相到了 那是不算的 所以不管真宗怎么怕 扣准怎么难 他不管是推也好 拉也好 拽也好 他千方百计的 一定得把真宗 送到禅州前线去 这是左右天子 接下来我们来看 如山不动 这是扣准 在亲政路上表现出来的态度 不管真宗怎么犹豫 扣准就是像泰山一样 窥然不动 他相信亲政对于宋朝国家来讲 是唯一正确的路线 所以他坚持 这是如山不动 却容敌保宗赦 这说的是亲征的历史贡献 和扣准对于宋朝国家的重大意义 他赶走了外敌 保全了大宋的江山社稷 最后我们来说天下为之大宗 什么叫做大宗呢 那就是对江山社稷和天下苍生的忠诚 皇帝叫做天子 他是由上天派下来统治人间的 按说皇帝的利益应该和江山社稷的利益 和天下苍生的福祉是一致的 但是我们知道在皇位上的这个人 甭管他穿着多么冠冕堂皇的龙袍 坐在多么高高在上的龙位上 那他也是一个人 但凡是个人 他都有他的七情六欲 有他的喜欢 有他的不喜欢 但是由于皇位赋予皇帝个人的权利 实在是太大了 所以当皇帝个人 他的喜欢和不喜欢 跟我们普通老百姓的喜欢跟不喜欢 那就不一样了 皇帝如果是喜欢假山其实的话 那就会有无数的老百姓 被赶到深山里头去采石 而且还会有无数的地方官 会拆了桥 毁了老百姓的房子来给他运这些石头 如果皇帝不喜欢 皇帝很生气 那后果也是相当严重的 因为皇帝不喜欢 而丢官掉脑袋 抄家灭门的例子 在历史上我们都听说过很多很多 皇帝从来都不是大公的 皇帝有他的私欲 那么作为皇帝的臣子呢 也就有了大中和小中的区别 小中是只对皇帝个人负责的 他们说话办事 甭管干什么 时时事事都要看皇帝的意思 都要让皇帝高兴 小中的办事原则是 第一 凡是皇帝说的都是正确的 第二 所有的事情 甭管大事小事 一切都要顺着皇帝的心意做 第三 如果皇帝凑巧说错了怎么办呢 那参照第一条执行 小中 时时事事 他们对于皇帝 那都是 弓着身子 仰着头 满脸堆满了 从来都是以四十五独角仰视的 这是小中 那么大中就完全不同了 大中对于皇帝 从来都是平视的 或者甚至在有的时候 大中是要俯视皇帝的 因为他精神所占的位置 可能比皇帝还要高 大中考虑问题的出发点 永远是江山设计的安危 永远是天下苍生的福祉 站在这个角度出发 大中也有大中独特的办事原则 这个办事原则是 第一 只有对天下苍生和民生幸福有利的 才是正确的 那么第二 任何不利于国家长治久安的 人和事都是应该反对的 第三 如果皇帝做错了 那就要想办法来提醒他 纠正他 把他带回到正确的道路上来 这是大中和小中的区别 所以在1004年 敌人打过来了气势汹汹 宋真宗害怕了 那么小中呢 就会劝他逃跑 去金陵或者去成都 总之要让皇帝高兴 要让皇帝觉得安全 同时还要让皇帝 实时事事都觉得自己是光荣 正确和伟大的 可是大中就不一样了 在1004年当敌人打来了 真宗感到害怕 不愿意去亲征的时候 站在大中立场上的扣准 他所要做的 就是纠正真宗的错误 把真宗带到正确的道路上来 就历史贡献而言 如果我们长远的去看的话 那么大中的贡献 永远是大于小中的 但是如果我们回到历史的现场 比如回到1004年亲征的现场 我们就会知道 大中所冒的政治上的风险 远远要大于小中 他最大的政治风险是 他得罪了真宗 真宗是不愿意去的 所以扣准为了让真宗到前线去 可以说是口舌都说干了 而且说了各种各样非常激烈 非常不中听的话 他得罪了皇帝 除此之外 扣准所冒的政治风险还有 他得罪了皇帝身边的那些人 这其中包括副宰相一级的高官 那两个劝皇帝逃跑的 劝皇帝去金陵去成都的 都是副宰相一级的高官 除此之外呢 还有皇帝身边 皇帝最心爱的女人 这些人 他们的能量都是非常大的 这些人当和平到来了之后 当国家最大的危险过去了之后 那么这些人会对扣准 采取怎样的报复性的手段 那都是不可逆料的 这些都是扣准 在1004年主持清征的时候 所冒的政治风险 当然了 这是后话 我们还是先回头来看一看 在清征之后形势的发展 在景德元年的11月的26日 真宗终于清征到达了蝉州 登上了蝉州的北城 这个时候这场仗 宋辽之间的这场仗呢 已经打了70多天了 总体上来看 形势可以说是对宋朝方面有利 为什么这样说呢 辽朝方面已经折损了先锋大将 萧塔兰一元 这个对于辽军的士气是一个非常大的打击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辽朝方面虽然是举国出动 但是打了这70多天 辽朝方面一个像样的州级的城市都没有打下来 他们打了营州 打了定州 但是呢 这些城市一个都没有打下来 辽朝方面只占领了少数几个县级城市 取得的战果并不大 而宋朝方面那就不一样了 皇帝亲征到了前线 宋朝军队的士气 那是大大的受到了鼓舞 而且经过这70多天的作战 宋朝的军队已经越打越能打 他们不再怕辽朝的军队了 军队的灵活性 军队的战斗力都空前的提高了 那么在这样一种形式之下 那扣准和真宗对于这个宋辽关系未来的走向就发生了分歧 真宗呢 还是主张速和 就是尽快的和谈 通过和谈来结束战争 而扣准和一部分受到战争形势鼓舞的宋朝的文臣武将就觉得 也许我们可以利用现在这个大好局势对辽朝发动进一步的进攻 可以把这个形势变得更好 可以彻底的解决宋辽的边境问题 南宋的历史学家李涛在续资质通建长编当中就记载了 扣准和真宗在战略上的分歧 他提到扣准向真宗呈上了自己的北边战略 并且对真宗这样说 扣准说 如此 就是如果你接受我的战略的话 可保百年无事 不然数十岁后 荣且生兮已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如果你接受我的这个战略 那么我可以保证大宋国家百年边境上不会有任何的事情出现 但是如果你不接受我的这个战略呢 那么我估计过几十年 可能聊的方面又会提出进一步的要求来 边境上还会有问题 还会有矛盾 扣准的这个北边战略具体的究竟是什么呢 因为材料所限 现在扣准的这个策论呢 已经不在了 所以我们没办法知道扣准战略的具体内容 但是按照宋辩的边境形式来推测 就算扣准没有收复幽云十六周的野心 我想他的这个战略也应该跟领土有关 也应该最起码他应该包括收复长城防线的内容 如果收复了长城防线 那么宋朝的北边就有了一道天然屏障 宋朝方面就用不着再布置那么多的军队 用人力筑成长城来守边了 那么守边的这个防务成本就会大大的下降 当时镇守在河北边关的肖将杨延朗 也有同感 他同意扣准的意见 这个杨延朗呢 大家注意我们确实是遇上熟人了 这个就是大家知道的杨六郎杨延昭 杨延朗是他本来的名字 杨延昭呢 是后来为了毕宋真宗后来发掘出来的赵宋的祖宗 赵玄朗的会才改的名 那么杨延朗呢 跟扣准对于北边形式有着相同的看法 他给真宗打了一个报告 在这个报告里边 杨延朗向皇帝这样建议 他说呢 现在辽朝是玄军深入 辽朝的大军距离宋辽边境啊 已经有一千里低了 而且他们抢劫的物资都在马上驮着 所以辽朝的这个大军行动并不方便 整个军队的机动性就大大的下降了 如果在这个时候 我们首先是关注门 关门打狗 采取一个关门打狗的策略的话 那么我们就可以 首先是歼灭这伙辽军 那么其次就可以吸取边境上的 幽州和义州了 杨延朗是一个边将 他离皇帝很远 所以关于他的意见呢 真宗就采取了置之不理的态度 压根就没理 扣准呢 是宰相 他在皇帝的跟前呢 对于扣准提出的意见 真宗就不能不答复了 真宗的答复是什么呢 真宗的答复是这样的 数十岁后 当有能干预之者 无不忍生灵重困 故听其何也 真宗的这个话呀 说的是非常冠冕堂皇的 翻译成现代汉语呢 就是再过几十年 肯定有能挡得住 有能对付得了 辽兵的精兵强将 但现在呢 老百姓啊 已经经历了这么长时间的战乱之后呢 已经受到了很大的困扰 我不忍心再让老百姓吃苦受累了 所以呢就跟他们合了吧 真宗给宋朝谈判代表的指示 就是两条 第一条就是领土不能动 要保持现有的这个边界 为什么这样指示呢 是因为真宗要保住关南地 那是一很小的一块土地 是幽云十六周的领土的很小的一块 但是这一块土地呢 在宋朝建立之前就由后周的周世宗打下来了 真宗要保住关南地 所以第一条 那么真宗指示的第二条呢 就是可以给其单人一定的经济补偿 就是给碎币 但是碎币的上限是多少呢 当时宋朝方面派出的谈判代表的名字 叫曹利用 他奉命去谈判 那么临走之前 他就向真宗当面请示 究竟这个碎币的上限要给多少 真宗想了想是这么说的 真宗说呀 币不得已 那么一百万也是可以的 如果真是万不得已 一百万也是可以给的 这一百万是个什么概念呢 宋朝的这个大额钱物一般的来讲是有两种 第一种呢是现金 那么第二种呢就是私之品捐 所以这一百万 它可以是五十万匹的捐 再加上五十万两的银 也可以是七十万匹的捐 再加上三十万两的银 总之银和捐的总数加在一起 一百万这就可以了 一百万这是真宗的心理上限 曹丽用啊领了旨 那么就离开了真宗的行宫 可是他刚走到外边 就被扣准的人截住了 曹丽用被带到了扣准的办公室 扣准就对他说 我知道你从皇帝那儿得了旨意了 但是我告诉你 你到契丹那边去 如果你给契丹人的碎币 超过了三十万 那你就不要活着回来见我了 我一定会杀了你 三十万 这是扣准的上限 扣准给谈判代表的上限 这个三十万 比真宗的心理上限一百万 整整就打了一个三折 那能不能谈成呢 我们来往下看 曹丽用啊 终于谈判回来了 他来求见真宗 真宗当时正在吃饭 不方便立刻出来接见这个曹丽用 于是真宗呢 就先派了一个宦官 来打听究竟许了其他人多少随必 真宗实在是想知道 这个宦官出来了 就问曹丽用究竟是多少啊 皇帝想知道 可是曹丽用呢 说这个是国家的最高情谊 我必须见到皇帝本人才能说 我不能说 于是这宦官呢 就回去向真宗报告 说他不肯说呀 可是真宗呢 实在是想知道 但是他实在呢 不知道为什么这饭这么好吃 又舍不得这吃了一半的饭 就又把这个宦官打发出来了 你再去问 于是这宦官就又出来了 逼着曹丽用问他 逼问曹丽用 然后这个曹丽用呢 还是很坚持原则 不肯说 但是这回呢 曹丽用啊 就伸出了三根手指头 贴在脸上 砸了个雅泥 这个宦官呢 得了这个雅泥之后呢 就跑到里头去找真宗 这宦官说呀 说三根手指头 会不会是三百万呢 三百万 真宗一听啊 就喊出了声 这也太多了吧 过了一会儿 真宗定了定神 又自言自语的说 哎 只要能把这事办了 三百万就三百万吧 大家要知道 这个时候啊 是在禅州的行宫 这行宫呢 它不比开封的宫殿 它的建筑结构是比较简单的 隔音效果呢 是比较差的 所以真宗跟这个宦官的这一番对话 还有真宗的自言自语啊 曹丽用在外边全都听见了 曹丽用这个心里啊 就有了谱了 真宗的这顿好饭呢 因为心里有事啊 所以什么滋味也没吃出来 就只好让人收拾了碗块 把曹丽用叫进来 曹丽用一进来 就立刻跪倒在地 连连的磕头 而且不断的说 说我有罪 我许给其他人的这个碎壁啊 太多了 多是多少呢 真宗这心里头啊 因为之前已经有了那三根手指头 做铺垫了 所以呢也不再害怕了 而是福不是祸 是祸躲不过呀 还是要知道的嘛 于是真宗就咬着牙问说 多少啊 这曹丽用啊就大声说 三十万 三根手指头 不是三百万 而是三十万 这下真宗可乐了 真宗这一高兴啊 就把这曹丽用的官啊 不知道一下子就升了恩级 三十万 这正是扣准给曹丽用的谈判底线 对不对 很难达成吗 不难达成 这我们也不是事后说的 我们可以分析一下当时的形势 首先呢 这场仗打了七十多天之后呢 辽朝方面虽然是举国前来 但是在战场上没占到什么便宜 宋辽之间虽然没有进行大决战 但是从整体形式上看 宋朝方面是战上风的 这是第一点 那么第二点呢 曹丽用这个人呢 确实是个人才 他懂外语 他曾经在陪着七丹的使者的时候 听见这个使者用七丹话 跟他自己的随从说 说 你看见了吗 蝉州北寨的那些宋兵啊 真可以说是精兵强将 武器也是那么的先进 那么的锐利 这跟我们以前听说的宋兵的状态 可真是不一样了 可怕呀 曹丽用心里是有底的 那么还有呢 就是第三点 这三十万 对于七丹方面来讲 它实在不是个小数目 稳稳当当的 每年做收三十万 这对于七丹方面来讲 是很划算的 显然呢 扣准能够给出三十万的 这个谈判底线 是充分考虑到了 宋养双方的战场形式 还有心理诉求 扣准能够给出这三十万 可以说是知己知彼 是一个非常精准的判断 那么相比之下 真宗一张嘴就是一百万 然后听说是三百万 竟然觉得只要能把事了了 也可以 那这实在是很不负责任 而且很大手大脚的 经过一番讨价还价 七丹方面接受了宋朝的要求 保持现有的边界不变 而且双方呢 也在碎壁问题上达成了协议 于是双方就在景德元年 也就是公元1005年的一月 达成了协议 双方约为兄弟之国 修战和好 这个协议因为是在禅州达成的 而禅州呢 古称禅渊 所以就叫做禅渊之盟 当我们说到丧权 辱国这些的时候 都是一些非常上纲上线 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些概念 在这儿呢 我不想在这些大的概念上做讨论 我想跟大家呀 一体来算算细章 我们一块来做两道数学题 非常简单的数学题 第一道数学题呢 就是我们要算一算 这三十万两的税币 在宋朝的财政收入当中 究竟能占到一个多大的比例 它对于宋朝方面 是不是会构成一个比较严重的经济负担 宋朝政府的税收内容呢 包括现金就是钱币 还有私支品 此外还有粮食 还有柴草等等 它的数量是非常巨大的 而且它是每年递增的 呈现一个增长的态势的 就在宋真宗即位的这一年 仅仅现金一项 宋朝政府的收入是多少呢 我们有一个非常精确的数字 这个数字就是 两千两百二十四万五千八百米 两千两百多万 这是宋朝政府一年的 仅仅货币一项的财政收入 那么三十万的税币 究竟折合成米钱 可以折合成多少呢 总共可以折合成三十四万米钱 那么三十四万占宋朝政府一年 那两千两百多万货币收入的多少呢 大家可以回去算 我这算了一个数 就是百分之一点五三 这只是货币收入 如果我们把宋朝政府的货币以外的粮食 捐薄柴草等等收入全部加起来一算的话 可能这三十万的税币所占的比例 还不足百分之零点四零点三 所以第一道题的答案应该是这样的 三十万的税币在宋朝政府的年财政收入中 所占的比例是非常小的 它不会对宋朝国家构成一个非常沉重的财政负担 这是第一道题 答案如此 但是有钱就能随便花吗 财大气粗就可以随随便便的把钱给人吗 而且这个钱还是拿去给敌人去养兵的 对吧 利尔不是这样说的 所以我们还得算第二道题 究竟把这三十万的税币拿出去 对于宋朝国家来说划算不划算 我们第二道题算什么呢 就算这三十万的税币跟宋朝在河北边境上 每年的养兵费用 他们之间的关系 在产渊之盟签订以前 因为宋辽的边境 宋朝方面无险可守 所以宋朝每年都要常规驻军 就在三十万以上 这三十万人每天都要吃喝 而且宋朝的军队 他的军队是雇佣 他的军队是职业兵 职业兵是什么概念呢 他是靠工资收入来养活自己跟养家的 按照宋朝的材料 一个中等的中等工资收入的进军 每一年的工资性的支出就是五十米 所以大家可以算一下 三十万兵住在那一年要花多少钱 我算了一下是一千五百万米 如果在把打仗时候 战争期间的各种的费用都加在一起 那那个数就海了去了 现在宋辽之间签订了禅渊之盟 每年只需要给七单方面三十万米 而为此省下来的军费开支 那又何止几百万米 因此总体上看 禅渊之盟 他虽然有赔款的这样的条款在 有税币的条款在 但是总体上讲 他对于宋辽双方 是一个双赢的精打细算的条约 既然是双赢 当然对双方都得有好处 禅渊之盟的签订 为大宋节约了大量的军费开支 边境的老百姓 也因此过上了安定的日子 对宋朝而言无疑是合算 那么辽国方面 又能从盟约中得到什么好处呢 那么对于辽朝方面来讲 也不吃亏 也赢了 为什么这样说呢 辽的成天皇太后 为什么要率兵前来 他就是想要彻底的 在他的有生之年 彻底的解决宋辽的边境问题 宋在他的南边 始终是成天皇太后心头上的一个压力 他很担心他死了之后 这个边境问题会再度恶化 会威胁到辽朝的国家安全 条约签订了 那么成天皇太后这心里的一块石头 算是落了地了 这是第一 在辽朝方面 那么还有一点 成天皇太后和辽朝皇帝的面子 找回来了 要知道他们可是举国出动 率领着大军气势汹汹的就来了 可是打了这么多天 一个像样的大胜仗硬仗都没有打下来过 如果空手回去了 这对于成天皇太后 对于辽圣宗的面子上是过不去的 那么现在解决了历史遗留的边境问题 对于成天皇太后 对于辽圣宗来讲 在微信上是一个巨大的提高 这是第二点 在辽朝方面还有一个第三点 就是这每年三十万两的碎币 那确确实实是一笔稳定的收入 在此之前 那么那些小谷的骑兵 在西丹贵族的率领之下 跑到南方来掳掠 掳掠回去的那个东西 可不是上交中央的 西丹的中央政府 能够拿到的份额是极少的 那么现在条约签订了 每年三十万两 都是由宋朝方面送给辽的中央的 所以对于辽朝方面来讲 也是赢了的 通过谈判达成双赢的协议 这就是禅渊之盟最大的意义 禅渊之盟在中华民族 不同政权的交往史上 是具有开创性的 宋辽这两个国家之间 他们解决边境问题采取的方式 既不是一方消灭一方 也不是东风压倒了西风 而是通过条约达成了和平 约为兄弟之国 双方平等相待 对于宋辽这两个国家而言 禅渊之盟的历史意义 也是非常重大的 他120年的和平 最后呢 我们要回过头来 接着说扣准 扣准在禅渊之盟当中的作用 那是举世公认的 扣准的后背 比范中烟还晚的著名的政治改革家 王安石 曾经写下过这样的诗句 他说 欢蒙以此至今日 丞相来宫 宫第一 来宫呢 就是扣准的风诀 这个整句诗的意思就是说 宋辽之间的友好条约 从那个时候 也就是从1005年开始 一直延续到王安石生活的那个时代 一直延续到现在 那么这中间谁的功劳最大呢 当然是扣准 扣来宫 作为战时宰相 扣准表现出来了大众 他对于宋朝国家 宋朝人民的忠诚 他的大中 把宋朝的国家 带上了正轨 带向了胜利 但是呢 我们前边说过 大中一定是有大风险的 扣准的大中 究竟会给他的政治生涯 带来怎样的风险 在禅渊之盟之后 宋朝的国家又会走向何方 那么我们下集再讲 谢谢大家 禅远之盟 扣准力挽狂澜 立下其功 然而福宝大宋刚刚夺过了一场灾难的扣准 却遇到了来自身后的黑烧 一场针对扣准的阴谋上演了 整个事件从头至尾 既离奇又荒唐 堂堂大宋感象 在强敌入侵时 果敢敏锐 毫不畏惧 可面对孤如其来的阴谋 却百口莫辩 束手不测 那么究竟是谁导演了这一出戏 扣准能够化现为你从险境中走出来吗 北京大学赵东梅副教授和您一起走进大宋初期的那段曲折多变的历史当中 为您讲书戏的节目 千秋是非 花扣准之 狮子与狐狸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